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管家罗静芳 我们再次欢迎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凤珠姐你好 静芳你好 凤珠姐谈过了这个忧郁症 上一集我们谈了 那今天我们来谈焦虑症 焦虑症也是越来越多人 患上的一种心理疾病 是的 焦虑症其实也是 不会比忧郁症来的轻微 反而有的时候焦虑症 是更大的杀手来的 那么焦虑症的定义是什么 焦虑是指一种 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怀有一种忐忑不安 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我们华文字 我们的华语有讲到说 己人忧天 所以焦虑最主要的 这个核心的症状 就是过度当心 太过忧虑了 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个 周围的环境 提示大自然界 所以有心理疾病的人 我们都鼓励他们去森林 去自然界 去广场 广阔的沿野 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朵花 不耕也不种 上天尚且给他这么荣华 甚至也有比喻说 比一个以色列最荣华的 这个 小楼盟王 还要的这个 装潢精致 你看我们看一朵玫瑰花 真的是 哇 美得舍不得 让它枯萎 对吗 那它也 让我们看到说 一只鸟也不耕不种 它们尚且就是 随时可以找到食物吃 它们完全都没有忧虑 反而是我们这有智慧的 有灵魂的人 我们反而是常常的 过度担心 那其实你回想你过去 你所担心的事情 有时实践你担心的酒见 都没有发生 那过度担心的人 他们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会失眠 现今的世界上 很多失眠症的人 还有常常感到凶狠闷 喘不过气来 有时你看到 他有时会一阵的深呼吸 跟你讲话一般 他就深呼吸 那你看到 他的脸色 总是很紧张 不知道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什么事情 他对着你 跟你说话也好 他做事也好 他总是很紧张的态度 有一类人呢 即使是在空调里 在冷气房里 他都会冒汗的 感觉到他很怕热的感觉 那还有一种就是 他的脸部都是很严肃 整个身体是肌肉是紧绷的 很紧张的 这一行 还有就是你会 他如果去看医生检查的心脏 他通常心率的跳动是一直增加的 更重要的状况就是 这个人给你感觉是坐立不安 很不安 而且在园语上 他常常会讲很多消极的话 比如我们说 我们去 比如我们说 这周末我们去这个海边来野餐好吗 他一定会说 等一下下大雨呢 海边太阳很晒 晒坏皮肤 准备的食物 等一下那边会很多苍蝇 他们总是会讲一些很煞风景的话 好像泼冷水 对 我们看到有时很多的做父母的 跟孩子说话就是用这个方式泼冷水 有个孩子说 我好努力哦 我考到五个A了 假等了 的妈妈说 有什么了不起啊 人家都七个八个A了 这样 有一个女儿说 父母常常不看好我 结果我考进了大学了 我以为他们会开心 可是呢 他们的表现是说 进了大学啊 你的路还远呢 所以这一些悲观 讲破仑水消极的原语的儿女们 大多数都会产生焦虑症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 有很多的孩子们 青少年患上一些心理疾病 跟他父母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哦 是 所以患上焦虑症的人 他们的内心也经常是所谓处在紧张的状态啊 对 常常搓手动足 坐立不安 来回夺步 并同时有内心焦虑不安 这个称为焦虑的精神表现 而如果他们的脸部表情 他有植物神经系统反应 如颜面潮虹 常常脸脏的红红的 但又不是患这个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 不断的出汗 应该有些人会冒冷汗 你跟他握手 他的手总是湿湿的 可以 还有 常常感到心急 胸闷气短 甚至于有时很容易战斗哦 这就是焦虑的躯体表现 也就是说 一个人是不是有焦虑呢 跟他的外在 还有他的表现的态度都有关系 都能够来发现到的 是的 那风之姐同样的 就是说 患上焦虑症的人 也并不是一天两天是有这些表现 而是连续的长时间 有这些个的表现 对吗 说的对 就好像你开了厨 看到一个罐头生锈了 这罐头不是一天马上生锈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心理学里面看到 叫做冰山一角 很多时候他发生症状 其实下面的一大块的情绪问题就压在底下了 我可以说焦虑症的人跟他的性格有关 也跟他被交易如何的思想 还有他所处的环境 他所面对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都是被父母要求造成自己一种完美主义 样样都要最好 就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得到九十分 父母还说 你看怎么不可以拿到一百分呢 他已经很努力九十分了 他要一百分 父母的态度造成他有一个完美主义 以为我满分了 我完美了 我的父母才会爱我 结果他追求到完美了一百分了 父母的态度还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长久了他就产生焦虑症 那焦虑症通常我们知道常常要去洗手啊 常常没有安全感 门要关紧紧啊 所以就会造成焦虑 有一个图就是让我们看到焦虑症的分类 焦虑症就是英文叫AD 就是Anxiety Disorder 你这一些焦虑症会产生的是什么呢 甚至于是他过去造成的 或者后来会产生的就是惊恐障碍 因为焦虑通常是从惧怕来的 还有社交焦虑障碍很难跟陌生人相处 很不喜欢大大场合 不喜欢跟人交往 还有一种是创伤后的应急障碍 就是小时候遇到的一些的创伤 遇到一些恐怖的事或者被身体被伤害被强暴的 或者被精神上的伤害 还有一种广泛性的焦虑障碍 然后这一些焦虑症就会造成强迫症 OCD 那么这一些是从焦虑演变出来 焦虑症也会患上另一种的疾病 就是优异症了 优异症的人不但可能会成为焦虑症 因为他只是优异 然后无所思思 然后自我挫败而已 但是焦虑症的人就很容易也演变成优异症的 一般人被认为的焦虑是可细分为不同的病症 但他们都是有一些相同的症状 也就是说惊恐障碍 社交焦虑障碍 创伤后应急障碍和广泛性焦虑障碍 强迫症都是源于焦虑 是的 所以凤之姐经您这么说 我们对焦虑症会有更具体的 更全面的认识 那刚才您提到的 忧郁症不会演变成焦虑症 但是焦虑症却会逐渐的也变成忧郁症 所以我们看到忧郁症 其实坚决里面就是我们有刚才说的 广发性焦虑 强迫社交焦虑 创伤后应急障碍 惊恐障碍 这一些就是成为焦虑 而这些焦虑就会造成它最大的状况 就是抑郁症了 焦虑障碍是慢性的一个疾病 容易复发和再发 有时候是很难以治愈的 除非它有一个很好的意志力 还有它一个健康的信仰 那焦虑障碍的患者 容易和平成抑郁和物质依赖 就是这一类人很可能 他会依赖某一些事情 所以事实看到 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抽烟吸毒吸酒 赌博或者迷电玩 我担忧的是 它的背后就是很可能有潜在的焦虑 因为玩电玩会造成你产生更大的焦虑 你一直要赢 怕输 就是变成你心境非常的紧张 也造成失眠 我们会看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 因为女性大多数都有完美主义者 自己能够做也要求别人跟他一样能够做 女性的那个对他人的依赖 对他人的要求 通常都是特别高的 这也影响他们的社交 他们的恋爱和他们的婚姻 还有他们的亲子 他怎样对待他配偶 他也会同样这样对待他的儿女 结果到最后 每个人都会渐行渐远 远离他 又造成他有这个恐惧的焦虑障碍了 所以看到焦虑障碍可以导致患者受 教育低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无心向学 满脑袋都是想多焦虑的事情 工作也非常的失控 非常的不能专心 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造成失业了 是 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些的情况的话 一定要正视自己的问题 对 那么刚才有提到这个社交焦虑 就是出现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处理 就是不健康 社交焦虑常见的一些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对 社交焦虑我们看到 我刚才说的我们躯体上 我们就看这个人容易脸红 常常手会发抖 甚至有些人身体都会抖动的 为什么会抖动呢 因为里面的焦虑造成他心脏一直跳动 所以也造成他身体很不舒服 他就会抖动 你没有看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 或者一起唱歌唱声 你会发现有些人全身一直在动 在一直动 不能定下来的 是 对 还有无故的出汗 还有常常心挤 肌肤紧张 脸绷住的 OK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讲话常常不能够很好表达 口吃的 这个 这个 这件事 是那种 一直不能够表达他思维 是因为他的思维常常非常的混乱 会不会也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讲话的速度 那个语速很快呢 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很快 要么就是一直想不出话来慢 慢的 你要很耐心听的 嗯 是 社交障碍我们就会看到说 有一些的影响 就比如说单纯的恐惧 就是没有需要害怕 他莫名的害怕 回避人性 人格障碍 就是不愿意与人交往 酒精的依赖 可以要赖着某一样东西 创伤后 应急障碍也虽然不是太重 在浅浴室里也有影响 广发性焦虑也重叠着 场所恐惧症 不要去大场所 不愿意见陌生人 还有这个恐惧 最主要是恐惧障碍 众优异 众性的优异也沉淀 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有一些众性的优异 再加上其他刚才说的这么多 心境惧怕 不要社交 也造成他社交的障碍了 是的 通常我们会看到 这个病动三尺非一日之寒 最主要的这个抑郁症心理 或者是焦虑症 躁狂症都好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要承认 跟我们的童年成长影响很大 尤其是一个人大业在七岁 就是上学的时候 因为在六岁的时候 大脑 六岁的时候 一个孩子大脑的发育 已经到了大人的四分之三 他们开始很会思维 所以七岁到十一岁 他形成自我观 他怎么样看他自己 父母怎么样给他的 那个评语 老师给他的这个价值观 也会造成他如何看自己 悲观的人常把挫折失败 归注意是我的缺点 因为父母常常责备他 那么老师常常的控告他 所以通常这些有心理疾病人 大多数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 低落 长期之后他就会形成这个沮丧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会使他看自己一无是处 然后他感到自己很无助感 就会养成了很多的心理疾病了 是的 所以要帮助他们就是要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对 如果父母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在孩子有症状的时候 就引导他有应对的力量 鼓励他建立他的美好自我形象 告诉他全世界只有你是独一无二的 要帮助一个人医治好他的心理健康 首先就要帮助他建立好健康的 自我形象 是的 虽然我们不可能样样都拿第一 但是我们是唯一的 非常感谢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朱老师 今天跟我们谈焦虑症 我是罗靖芳 我是袁凤朱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